夏天已经到了 如果不想妆感觉浮夸 可以试试用很鲜色的颜色去画眼线 出来的效果都会比较夏天 眉我今次会用一个很浅的啡色去画眉 眉型都尽量要浅色 然后会塗眉gel 令眉毛的颜色更加一致 我想突出眼线 所以眉的颜色会比较浅 画好眉毛后就会画眼线 用黑色的颜色去画上眼线 令眼睛有神彩 之下我就会用眼线gel 用黑色的眼线gel去画上眼线 上眼线我会由中间开始画起 前面的位置是不画的 中间位置向后画 画完之后 尾部可以画长一点 令到眼影会长一点的感觉 太多点 画好做之后可以在眼头位置画一下 但画的时候不要画得太多 中间要预留空位 但要预留一只手指或眼珠的距离 我们会预留后去画其他颜色的眼睛 画好之后你会看到中间的空隙 用尺角掃 用一点黄色的眼影 或者其他颜色的眼影都可以 印在中间的空隙的位置 眼头位置用黄色的眼影粉去画 画到下面的位置 画到眼珠就停满 不需要全条眼线都是黄色 因为如果太多黄色 被人的感觉也会很浮夸 其实有点自然的话 点击就可以了 接着就夹眼睫毛和擦睫毛液 蕴子方面我会用粉橙色的蕴子 如果没有粉橙色的蕴子 可以用少少橙色的蕴子 再加少少粉红色的蕴子 向苹果肌位置轻印 就可以了 先用唇膏 用唇筆去画好唇形 淡淡的就可以了 带好了要带的色物 夏天可以选一些 比较纷色彩的头色 或者耳環也可以 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更多动力和支持 让我做更多好的影片给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